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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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大功修当中 五大知识当中 第四届 那么正如安拉的诗者 说 写之 曾经说 伊斯兰 借理于五届 是五大事项 作证出安拉之外 绝无真正因素崇拜的 穆罕默德 是安拉的使者 然后旅行拜公 玩纳 贴克 和封拉马赛纳月的斋 同时有能力者 完成主命的哈吉 所以说这五届主命 那么伊斯兰一个人 要成为穆斯林 第一 他必须接信 这五届事情 是伊斯兰当中 必不可守的 然后根据他的能力 竭尽全力的去做到 这五届事情的要求 那么古兰经当中 有关教法方面的 很多的教导 围绕公修的 都始终离不开 这五届公修的教导 有一个穆斯林 一生当中最大的追求 对崇拜 行为上的崇拜 也就有了信仰之后 如果穆斯林要把信仰 落实在自己的行为当中 用行动来崇拜 那么他最应该追求 最大的目标 莫过于完成 涅里克斋 或者说礼拜 贴克 斋戒和朝景 这四届主命 然而实在的灾难 就在于 人们要么不重视信仰 更不重视 伊斯兰的公修 要么重视公修 然而确实重视 那些自以为是的公修 那么诸如 大家喜欢的 或者人们认为重要的 那么人们就会去揭持他 认为不重要的 或者以自己的利益 或者以自己的生活习惯 或者以自己的能力 相矛盾的 那么人们往往 不愿意去提及他 或者不愿意去遵循他 那么在这个时代当中 最被人们忽视的 那么一部分地区 人们热爱拜公 谨守拜公 然而忽视其他的公修 一部分地区 人们遵从其他的公修 而又忽视了拜公 那么被人们忽视 最严重的公修当中 在这个时代 就有首先是Haj 那么大多数有能力的人 都没有完成这一主命 很多人的理由 是在往年之后 再完成 或者年老之后 或者得能有空邪的时候 再完成这一件主命 那么假如你在空邪来临之前 去世了 或者安老斯巴哈罗 祂祂祝你的生命结束了 那么你没有完成 安老斯巴哈罗 对你的主命 也就是你是一个 伊斯兰残缺的人 伊斯兰信仰 伊斯兰公修 残缺的人 去进安老斯巴哈罗 正如歇之 人们只留其形式 而不懂得其精髓 它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每年摘月来临的时候 人们都知道摘月来临 应该如何封摘 那么当人们封摘的时候 人们只知道 封摘技术不吃与不饮 而忘记了摘戒 教导人们的是什么 那么在这个时代 人们的生活非常宽裕 大多数地区的穆斯林 都非常宽裕 人们也没有过多的劳动 除非少数的摘月 遇到了浓漫的时候 或许人们会感觉到 干渴和饥饿的折磨 但是大多数时候 摘月对人们摘戒 对人们已经起不到 真正的考验了 因为人们生活的悠险 每天封摘月期间 那么人们本来要做的事情 都放下了 每天就是睡睡觉 等待着开摘 等待着封摘 那么这样一天 轻轻轻轻轻地度过一天 所以人们感受不到 饥饿干渴带来的疲劳 饥饿和干渴带来的煎熬 那么所以说 由此人们虽然保留着 摘戒的形式 但是很少人会从摘戒当中 真正的获得精神上的教育 那么所以说 摘戒它不仅仅是一种形式 也就是让那的事者 说谁若不放弃了恶言恶行 那么安拉斯巴哈纳特 不需要他放弃吃喝 也就是你吃与喝 或者不吃与不喝 对安拉来说没有任何意义 但是安拉斯巴哈纳特 不让你吃喝的目的 就告诉你 连正常的欲望都禁止了 你那非正常的欲望 你更应该克制 就连正常的欲望 人生存的本能的欲望 安拉都不让你去进行了 那么连这些 非正常的 诽谤别人 被藏别人 伤害别人 说谎 造谣 侵吞 财产 哈喇 等等等等等等 那么这些 你更应该去借除才是 如果你连这些都 非正常的欲望 都借除不了 那么你谈什么 借除正常的欲望 就你连这些 非正常的 哈喇 的欲望 你都不能克制 你克制正常的 合法的这些欲望 又有什么用处呢 那么所以说 人们很多时候 只保留着 摘戒的形式 而不知道 摘戒的意义 所以人们在度过 一个又一个摘月之后 没有让自己的精神 真正得到熏陶 没有让自己的灵魂 真正的得到进化 自己的信仰 没有真正的提高 那么所以说 这是 功修当中 存在的一个灾难 如果连主命当中 功修当中都如此 那么更不要说 平时的复工的 摘戒当中会怎样 然而摘戒 它与其他的 任何一种功修 有着它无与伦比的高贵 正如阿拉的使者 曾经有人问他说 主的使者 你告诉我一个工作 一个相公 我可以借他而入乐园 阿拉的使者 说你应该接持风斋 因为风斋 斋戒是无与伦比的功修 就没有任何功修 可以跟斋戒相提并论 阿拉的使者 曾经在接下来 我们学的事情当中说 学习 曾经说 阿拉的使者 他说 我的仆人所做的一切的功修 都归他所有 只有斋戒除外 他是独归我所装有的 我将亲自来报仇他 那么什么意思呢 说的是 仆人所做的一切功修 他的回赐都是可知的 有数量的 有价格的 然而只有斋戒除外 他的回赐是无懈的 只有阿拉的使者 知道他到底能得多少回赐 那么所以说斋戒是一个非常 伊斯兰当中非常高大 非常高尚 也非常伟大的功修 如果一个人能够真正的 知道斋戒的意义 然后恪守斋戒者 应该有的礼节 那么一个月的斋戒 会让他真正的感受到 信仰的甜美 和让他亲近阿拉 那么他在这一个月当中 会得到许许多多 阿拉 在平时没有的慈敏 和没有的饶恕 那么所以说 穆斯林教亲们 应该重视斋月的到来 那么斋月的到来 从两个方面 去准备迎接斋月 一个方面 那么积极筹划好 在斋月当中 力所能及 或者超过于平时的上功 也就是我平时疏忽了 没有把能读的古兰金读网 我平时疏忽了 没有把药理的复工办理完 我平时疏忽了 没有做了很多 我本来应该做 也可以做的上功 那么斋月当中 应该自己有一个计划 弥补自己平时当中 对工修和对学习知识 对教门的怠慢 那么所以这是好的一方面 为斋月做的准备 而另外一个方面 那么如果自己身上 仍然有坏的习惯 坏的毛病 仍然罪恶累累的人们 那么这个时候 斋月即将来临 另外一个准备 就是谐程向 拉斯巴哈纳特的 举意和忏悔 祈求阿拉借助着 斋月斋戒高贵的 功修的极庆 使自己有接近的信仰 克制这些非法的事物 非法的思想 非法的语言论 非法的行为 让自己在斋月当中 真正得到阿拉斯巴哈纳 慈悯和饶恕 那么这定是 谢知识 撒纳特的 在圣经当中心说 每当斋月来临时 召唤者就会召唤 说行善者啊 你们努力行善吧 作者啊 你们学压勒马吧 那么所以说 迎接斋月的人们 每个穆斯林在 站在斋月的门槛时 那么他应该考虑的 这是第一 如何让上宫 变得更完美 更丰富 更多的纪念 拉斯巴哈纳特的 让平时自己做不到的事情 在斋月当中 借着斋月的极庆 可以做到 如何让自己 平时戒不掉的恶行 借着斋月的极庆 可以戒除 那么如果没有 这样准备的人 那么斋月对他 无济于事 你说假如一个人 没有这样的准备 他在斋月当中 他的善功不会增加 他的罪恶不会减少 那么这样的人 斋月对他无济于事 那么所以说 在斋月即将到来之初 那么尤其在 现在社会的动荡 和社会格局的变化 每个人 人生的福祸 朝夕都不能判断 有朝夕都不保 一个人或许在 今天还是富有的人 而明天他就贫穷 或许一个人 昨天还贫穷 而听见他又报复 那么同样身体也是一样 或许一个人 在这样的疾病 漫延灾难 横行的时代 一个人或许 今天还健康 体壮 然而明天 突然就有医院的通知 或者体解通知表 就落到他头上 那么他或许只能活几天 几个月 或者几十天 那么这样的话 每一个人身上都会有 或许由于现在的社会 频频的灾难 或许有一个人 有了今天 就未必能有明天 一个人过了今年 就未必再有下一年 因为在古代的时候 或许人们的生活 比较稳定 然而在现在这个社会 疾病 灾难 各种各样的威胁 那么时刻会让人 有福祸 无法预料 有一个人到底 什么时候遭到灾难 什么样的灾难 请客之间 你会从一个借康的人 而成为一个垂死的人 请客之间 你会从一个富人 而成为一个穷人 那么所以说 尤其现在社会的格局的变化 穆斯林更应该珍惜 每一次有借康的信仰 有借康的 正确的信仰 借康的身体 度过的摘月 也就或许来年 你只能拿出三百块 五百块钱 度过摘月 而无能在礼拜 也无能在封占 或许来年 那么不是人 你来跟人们参加礼拜 而人们是在坟墓上 探望你呢 或许来年 或许来年 很多很多原因 会让人们意想不到 那么这个的话 这些许许多的这些 突发的社会的变化 或者周围环境的变化 威胁着每一个人 那么所以说 穆斯林更应该珍惜 他所拥有的 他还有正确的信仰 还有借康的身体的时间 那么尤其是 当这些高贵的时刻 高贵的功修到来的时候 更应该做好准备 让这一次成为自己 得到阿拉索巴哈诺 慈敏 蒙德阿拉 摄有的最好的机会 那么所以说 摘月即将到来 每一个穆斯林教亲 都以信仰和真诚的祈祷 准备迎接好 新的一个摘月 那么希望在 这个摘月当中 那么也有更多的 穆斯林教亲 提高了信仰 得到阿拉索巴哈诺的饶恕 和蒙德阿拉索巴哈诺的慈敏 那么这里第三十章 以漫不哈里 尔阿拉索巴哈里说 那么以漫不哈里 他的不哈里心训 他将摘戒章 列在了朝景章的后面 也就是他将摘戒章 列在朝景章的后面 那么按照他的排列 就是礼拜 天克 朝景 摘戒 那么为什么他将摘戒章 列在朝景章的后面呢 因为这一段信息说 这一段信息的最可靠的传述 那么是说 伊斯兰戒律于五大功修 坐镇传那外 觉悟因数崇拜者 穆罕默德是阿拉的使者 旅行拜公 王纳贴客 朝景贴房 风上摩梦 Gun 越的祭 也就这个文字才是最可靠 传出最正确的文字 但另外的还有一种记载是 摘月在前 朝景在后 那么以漫不哈里 拉以拉 摩尔拉 因为他遵循的是最可靠的信息 他一贯的风格 都是以最正确 最可靠的信息为标准 那么所以他将朝景篇 摘戒篇篇 放在朝景篇的后面来论述 那么说 摘戒章 那么如果大家去回顾一下 伊斯兰的五大功修 那么它有的是纯粹的身体性的功修 有的是纯粹的财产性的功修 有的是财产和身体 共同进行的功修 那么其中纯粹身体性的功修 作证词是纯粹身体性的 礼拜是纯粹身体性的 斋戒是纯粹身体性的 而纯粹的财产性的功修 只有贴克 财产与身体共同进行的功修 那么是超级 所以在伊斯兰当中 哪怕一个人身体能力有限 财产有限 他同样可以完成大部分的 伊斯兰的责任 也就是说 但是在这些阿拉斯巴哈罗 为什么要让伊斯兰的功修这样丰富呢 有的表现人的慷慨财产 用财产来崇拜阿拉 有的用身体来崇拜阿拉 有的两者皆顾 那么因为人民当中有这样的人 你让他付出努力付出辛劳 他在所不辞 再这么苦 再这么累 他都毫无越言 而你一旦让他出钱 那么不要说是为了自己 为了今世 即使为了阿拉斯巴哈罗特拉 他也一毛不拔 那么有的人也反之 你让他出钱 他慷慨解囊 若是让他来亲自来投身 长寿 崇拜阿拉的辛苦和辛劳 那么他不愿意干 那么所以说阿拉斯巴哈罗特拉 人最爱的不外乎就是两样 一个是自己的生命 一个是自己的财产 自己的生命当然并不是 伊斯兰并不要你立刻就奉献出生命 而是将这些生命实践经历 在这些正义的上功当中 慢慢的消耗 这本身一种生命的事 度过生命的方法 那么所以说一个人 有的人会爱财如命 有的人会爱惜自己的身体和生命 超过了一切 那么所以阿拉斯巴哈罗特拉 要让你做到的通过这些功修 让你锻炼出来的事 把你的生命和财产 放到对阿拉斯巴哈罗的崇拜之下 就如果阿拉需要我们用生命来崇拜 那我就用生命来崇拜 如果阿拉需要我用财产来崇拜 那我就用财产来崇拜 如果阿拉要求我用生命和财产 共同崇拜他 我就拿出生命和财产 共同崇拜他 也就是不要用你的爱好和选择 来崇拜阿拉斯巴哈罗特拉 那么所以说 摘戒在伊斯兰的功修当中 他有着他特殊的地位 那么伊万伯哈利亚阿拉斯巴哈罗 说第三十章摘戒 那么Se'am 阿拉不说Sum Se'am 这个词 它的本义是指Imsakh 本来是指克制的意思 它的元义是指克制 把某个事物克制住 把某种行为克制住 那么这种就叫Se'am 那么它引选为一种特定的功修 叫 Sallyye 那么它的教法上的意志都是 itzer de Back 从为了崇拜阿拉 从黎明至黄昏 解决吃饮和一切坏债的思想 那么所以这个定义当中就告诉你 第一为什么要摘戒 为了崇拜安拉斯巴哈罗特 没有这种目的摘戒无效 没有任何意义 所以第一就是为了崇拜安拉斯巴哈罗特 第二从黎明治黄昏 他的时间限度 必须以这个黄时间内 那么你时间不到 或者超过了时间 都不是正确的摘戒 所以你从黎明治黄昏 戒除克制吃喝和所有坏债的思想 那么所以说这三件事情 就是这三个条件 崇拜安拉由黎明治黄昏 戒除用什么来崇拜 有的安拉斯巴哈罗特 有的是要求你付出 有的崇拜要求你克制 有的崇拜要求你去做 有的崇拜要求你不做 那么这种时候不吃饭 不喝水 不做这些开战的事情 就是崇拜安拉斯巴哈罗特 也就是不做这些正常的欲望 人之常情的欲望 就是对安拉斯巴哈罗特的崇拜 那么崇拜正主 说第一节 以漫不合理说 Ramadhan月崇拜的必定性 Ramadhan月崇拜的主命性 所以说 那么说安拉斯巴哈罗特说 要有的安安 说归信的人们 崇拜已成为你们的定制 犹如他成为前人的 成为前人的定制一样 以别你们敬畏 那么这里告诉穆斯林们 安拉斯巴哈罗特已经将 摘戒成为每一个 有信仰的穆斯林的主命 那么摘戒的规定 并不是伊斯兰最初始的主命 而是在安拉斯巴罗特说 切西麦地纳的第二年 才规定为主命 也就是麦迦十三年 没有摘戒这个公修 切西的第一年 也没有摘戒这个公修 而是到第二年 也就是发生了 巴德尔战役的那一年 那么才规定了 摘戒这个公修 那么安拉斯巴罗特一生 共逢过九次摘月 安拉斯巴罗特一生 共度过过九次摘月 那么摘戒最初规定的时候 并不是以此规定为主命的 摘戒最初规定是 人民自由选择 所以说古兰经当中 那么大家可以参与这些古兰经 对摘戒的规定 有了很详细的技术说 那么这些古兰经 安拉斯巴罗特的讲述了摘戒的规定的历程 在这里说 安拉斯巴罗特的说 信士们啊 摘戒已成为你们的定制 由如他成为前任的定制一样 以便你们敬畏 那么紧接着下面的两节古兰经 就描述了摘戒规定的历程 安拉斯巴罗特就说 故你们当摘戒有数的若干日 你们中有害病或旅行的人 当于所缺的日数不摘 难以摘戒者 那么大家注意这里的阿拉伯语言文 古兰经说 那么这里说 马金老师的翻译 把他翻译为说 能以摘戒者当纳法术 既以一仓放 失给一个平民 自愿行善者 必获更多的报酬 摘戒对你们是更好的 如果你们知道 那么这个翻译的话 是依照 他的古兰经经主翻译 那么所以说 没有表现出摘戒规定的历程的这个翻译 也就是说 有这个注释 就是这个意思 但是这种翻译的话 无法表现出古兰经摘戒规定的层次性 而这里他的语文 更为可靠的古兰经 或者更为贴近的语文 应该是 你们中有害病或旅行的人 当于所缺的日数不摘 能够摘戒者 有能力封摘者 如不越封摘 当那伐术 而不是 难以摘戒者 当那伐术 那么所以说 这里说的是 那么这个古兰经书的原文是这样 他自己说 这个地方省略了一个否定词 说不能封摘者 当那伐术 古兰经的原文说 能封摘者 当那伐术 那么如果你仔细来对比 后面的经文就会看出 他指的就是能 能封摘者 能够封摘 而不越封摘者 当那伐术 既一参范 是给一个平民 自愿行善者 必获更多的善报 也就是自愿行善者 自己愿意封摘的人 而不选择伐术的人 将获更多的善报 摘戒对你们是更好的 如你们知道 那就是说 摘戒和伐术之间 摘戒更好 如果你们知道的话 那么所以这节经文 他更准确的应该说 他指的是 所以说摘戒 摘戒的规定的历程 那么他首先是 人们自由选择 就人们自己选择 摘戒当中 所以说摘戒 它有三个历程 第一 安拉的使者 刚刚到麦迪纳的时候 他看到犹太人 都在封阿舒拉日的斋 伊利一月十号 那么这个时候 安拉的使者 就问犹太人说 你们为何要封这一天的斋 犹太人说 这一天 穆萨 安拉斯巴哈纳 拯救了穆萨 和与穆萨 一起信仰的这些人们 所以为了 效法穆萨 感恩 安拉的恩惠 我们封这一天的斋 这个时候 安拉的使者 说我们更应该 我是穆萨的兄弟 我更应该 效法穆萨 于是他下令封 阿舒拉日的斋 那么紧接着 第二年 拉马赛纳月的 斋戒规定 那么规定的时候 首先规定的时候 让人民自由选择 如果愿意封斋者 封斋更好 有能力而不愿意封斋者 那么就选择 罚术 那么这是第二个阶段 然后到了第三个阶段 那么斋戒正式成为 绝对的住民 有能力封斋者封斋 无能力封斋者 才允许那罚术 就没有选择的余地 那么所以这是第三个例子 那么说归信的人民啊 斋戒已成为你们的定制 犹如他成为前人的定制一样 那么所以在这里说 犹如他成为前人的定制一样 以便你们敬畏 那么安拉斯巴哈罗 就在这里说 以便你们敬畏 就告诉你们 规定斋戒的意义是什么 比如说安拉斯巴哈罗 为什么要规定斋戒 那么规定斋戒的目的 不是为了让人们 获得健康的身体 不是为人们通过 这样的方式 让人们得到如何如何 调理身体 调节肠胃 或者等等等等 那么所以说 所有的功修 伊斯兰当中 他的目的都不是为了 让人们获得身体上的 健康或者娱乐 那么也就是 当然每一届 所以大家记住一个阅者 所有安拉斯巴哈罗 所命令的上功或者功修 他对人都是有益的 第一 对他的后世有益 信仰和后世 第二 在今世当中 对他的身体和他的个人 家庭都会有益 那么但是 穆斯林封灾的目的 是不是为了获得 今世的这一个利益呢 那么就像人们礼拜一样 人们也可以说礼拜 一个礼拜的人 他会有良好的生活习惯 每天早睡早起 然后每天拜功的话 他本身就一种 对身体的活动的断裂 身体经络的断裂 等等等等 那么小禁本身一种清洁卫生 那么如此的话 那拜功如果以这个目的来论的话 那拜功跟一般的人们的体操 就没有什么区别了 体操也同样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 可是体操不能崇拜阿拉斯巴哈罗 而拜功可以用来崇拜阿拉斯巴哈罗 那么所以说 所有的功修穆斯林做他的目的 都是为了崇拜阿拉 至于崇拜阿拉给人民带来的 在精神当中或者身体上的一些脾翼 那是一定的 因为阿拉不会命令人做有害的事情 阿拉不会让人自取灭亡 阿拉斯巴哈罗他给人固定的一切 第一目的为了让人们实现对他的崇拜 第二得到后世的阿拉斯巴哈罗 瓷名和今世的瓷名 同时才会附带着有一些对人们有益的事情 但这个不是目的 那么所以说 这结果来就明确地告诉人们 摘戒的目的 所以说很多时候人们就 把摘戒为了要说明 伊斯兰跟现代的科学吻合 所以说伊斯兰规定了摘戒 你看摘戒他如何对人的身体有益 如何能够清理人的肠胃 如何能够降低血脂 如何能够预防高血压 如何能够预防糖尿病等等 那么这个时候 假如一个人怀着这样的心态来封摘 他说既然这样的话 那好就当是为了保健 为了养生我也来封摘 那么这样的话 摘戒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也就是你是为了敬畏安拉 服从安拉封摘 而至于封摘同时 在敬畏安拉和崇拜安拉之后 带来的对你身体上的披抑 那么这些是随之而来的 不是你去故意的 以目的去追求来的 那么所以说 所有崇拜安拉的事情 都是对人有益的 不论是人的身体 精神信仰 精神后世都对人有益 但是你的目的 不能因此而改变 所以安拉斯巴哈尔 规信的人们 摘戒也成为你们的定制 由于他成为前一的定制 以便你们的敬畏 也就是一个人真正的 做到了封摘 他就实现了 对安拉斯巴哈尔的敬畏了 而越是封摘 封得越完美 他的敬畏也达到的越完美 一个人的封摘 做不到封摘 他难以做到真正的敬畏 那么所以这就说明 摘戒的目的 和他的主命性 紧接着一百 一千八百九十一段 据特尔哈本 尔巴尔都尔传说 一个游牧人 披头散发的 来问真主的使者 封摘戒尔 真主的使者 请你告诉我 真主给我规定了 哪些拜公 使者封摘戒尔 说五房拜公 此外 你还可以礼复功拜 他又问 请你告诉我 真主给我规定了 哪些斋戒 他又问 他又问 阿拉的使者 封摘戒尔说 Ramadana月的斋戒 此外 你还可以封复功斋 他又问 请你告诉我 真主给我规定了 哪些贴客 真主的使者 封摘戒尔 给他告诉了 伊斯兰的各项教律 那人说 以优待你的真主 起事 我不做复功 也不会 减少真主 封摘戒尔 说 若他也出必行 他必获得成功 或 若他也出必行 他必进入乐园 那么阿拉的使者 在这段事情当中 就明确地讲述 他回答这个 披头散发的 游牧人的问题 那么其中明确地指出 主命的斋戒 只有Ramadana月 有Ramadana月之后 就再没有 其他的主命的斋戒 如果一个人 愿意封斋 那么他就可以 可以封斋 如果一个人 不愿意封斋 那么他同样 可以开斋 那么所以说 阿拉的使者 在这段时间 原文当中说 当这个游牧人问他说 请你告诉我 真主给我规定了 哪些斋戒 使者说 Ramadana月的斋 此外 你还可以 丰富公斋 但是在另外的 在文字当中 阿拉伯的原文 技术当中 阿拉的使者 是这样回答 他说 那么紧接着在后面说 如果说你还愿意 那么你就可以 再封其他的 富公斋 那么也就是说 在这里的话 人们的主命斋 是无从选择的 而富公斋 是依据个人的意志 而选择的 你说你愿意 你就选择封斋 你不愿意 你就不封斋 那么没有任何强行 所以这里的话就确定了 Ramadana月的主命斋 而也仅只有 Ramadana月的斋戒 才能算为主命 其他的斋戒 都不可算 那么所以这道事情 阿拉伯的使者 就回答了这个人 那么这个人说 说完之后 他说 只以优待你的 真主启示 我不做富公 也不会减少 真主所规定 给我的主命 也就是我不会增加 但是我一定要 恪守 真主斯巴哈罗 他所规定的主命 真主的使者说 若他爷出必行 他必获得成功 那么也就是主命 一个人要得到成功 一个人要获得乐远 最大的 最大的途径 最好的途径 就是完成 阿拉伯的主命 也就是任何时候 完成主命 就是一个人 获得成功的 最好的途径 进入阿拉伯的使者 若他爷们在 正确的声音当中说 阿拉伯的主命 说 我的仆人所做的 一切上功当中 最令我喜欢的 就是完成 我所规定的主命 也就是说 任何功修 阿拉伯的既然 把他规定为主命 那就说明 他在阿拉那里 绝对有着 其他功修 不能相比的地位 所以才用这种方式 来要求人们 那么所以说 任何时候 人们要追求 回报 要追求上功 最好的 都是以 往首先 严格认定的 完成阿拉伯的主命 这才是最好的功修 然而 千万不要 出于自己的私欲 或者自己狭隘的理解 故此而施比 做了很多复工 然而他的主命 却没有完成 或者主命 却被疏忽了 那么任何时候 一个人只要 所以说 现在的时候 那么很多人 所以阿拉伯的士党 面对 针对拜公 席之士党 曾经告诉人们 如果一个人 在夜间礼拜时 他若感觉困倦了 就让他去睡觉 就不要强迫着 自己礼拜 那么第一 这样强迫自己礼拜 他不知道自己所念何物 或许他自己诅咒了自己 第二个原因 他这样强迫自己 礼王礼拜之后 那么往往会 使他的主命拜 没有办法认真 暗示的完成 反而会耽搁了 他的主命 那么斋戒也是如此 那样的事 就算了 他们曾经禁止人们 在一历八月的 后半月封斋 就是这几天 就禁止人们 在这些地封斋 除非他是一个 习惯封斋的人 或者说 有妇女的斋戒 还没有补完 必须要赶在 阿拉伯的月之前 把剩下的斋戒补完 否则不允许人们 在这段时间内 再丰富供斋 因为如果你在这段时间内 忍然丰富供斋 那么会让自己很疲劳 而对斋戒产生业倦 当他们乱的 主命斋到来的时候 你自己没有办法 认真地完成它 然后这个时候 就顾此失彼 也说得不偿失 你得到了一些 复供的小东西 然而损失了 主命上的重要的供修 那么也同样 很多拜公当中 也是如此 那么很多教亲 也说尤其在 撇身当中 在协设社会当中 很多教亲 因为赶不上孙来了 刚才连主命拜也不理 或者因为孙来 觉得理着不方便 干脆连主命拜也不理 那么等等等等 所以说任何时候 你即使不能理复功 或者不能理孙来 你也一定要 按时完成主命 也就是说 但我们不是鼓励大家 那大家都不用理复功拜 不用理孙来了 也就是你千万不要 因为不能理孙来 而把主命拜也就扔掉 也就是说你再不行 你就把主命拜完成 完成你对阿拉斯巴哈罗子 那么这里这个人说 真主给我规计了 哪些供修 五房拜公 此外你还可以理复功拜 而这个人说 我不做复功 也必不减少 真主规定给我的主命 那么也就是任何时候 主命它的必然性 都是不容易选择的 任何一种功修 都是这样 那么大家千万不要 因为复功要表现出 自己的切诚 而在复功做的疲劳之后 业绝了主命的功修 到最后主命的功修 又无法完成 那么这就得不尝试了 谁说一个聪明的穆斯林 学习支持的人 或者一个穆斯林 他应该懂得 在功修当中 什么是首当其冲的 什么是最重要的 什么可以退一步 什么可做可不做 他一定要明白这些 否则的话 很多人就是做了 可做可不做的 他把它奉为主命来做 而真正的主命 却被他忽略了 那么一百一千八百九十二段 据那肺亚传述 说 约约在阿淑拉日封斋 那么阿淑拉日 指的是伊利 初十 伊利的一月十号 他还命令大家 在这一天封斋 后来规定 阿淑拉日 越斋戒时 他放弃了这一天封斋 阿淑拉日 在这一天不封斋 除非这一天 正好是他习惯封斋的日子 那么当然对于阿淑拉日 是否封斋也不封斋 后面还会有事情在讲到 那么这也就是说明 阿淑拉日封斋 首先刚到麦金纳时 封的斋是阿淑拉日的斋 这个时候 他把这一天定为必定的斋斋 然后 阿淑拉日的斋 有选择 封斋与伐术之间 让人们选择 这是第二个阶段 第三个阶段 无从选择 直接规定 阿淑拉日的斋为主命 那么这是第三个阶段 所以阿淑拉日封斋 得到了阿淑拉日的主命之后 就放弃了 阿淑拉日的斋为主命的习惯 一切八百九十三段 据阿淑拉日封斋 蒙昧时代 古来世人在阿淑拉日封斋 真主的使者 也曾命令 在这一天封斋 直到真主规定 阿淑拉日月斋戒后 真主的使者 在阿淑拉日封斋与否 各随其变 还是在讲述 阿淑拉日月规定的历程 首先是阿淑拉 然后阿淑拉日月 而阿淑拉日月规定之后 阿淑拉日就成为 自己选择的复工斋 你可封可不封 封者有封者的回字 不封的人 那么也不犯任何过错 紧接着第二节 那么 以曼姆哈利拉哈摩拉 用前面这一节 讲述的是斋戒的必定性 尤其是主命 阿淑拉日月斋戒的主命性 紧接着第二节说 斋戒的优越 据阿淑拉日传述 真主的使者 说斋戒 斋戒是一面盾牌 斋戒的人不许说丑话 不许做鱼事 若有人想和他打架或吵骂时 他就连说两遍 我是斋戒的人 以掌握我生命的真主启示 斋戒之人口中的气味 在真主看来 甚似设乡 真主说 他为我结识绝育 斋戒是属于我的 我要挤斋戒回报斋戒者 一切善行十倍回刺 那么这段声音的话 讲述的是斋戒的高贵和优越 那么一个人在明白 斋戒是主命之后 那么你应该明白 这种主命它不是没有意义的 所有的主命 它都一定有着其他的功修 所没有的高贵性 它正是因为它高贵到了极致 所以才把它规定为主命 而所有规定为主命的功修 也一定有超过其他功修的优越性 它才成为主命 那么所以说 这也正是告诉大家 如果你要追求回刺 那就立行完成主命 完成主命 它既完成你的义务 同时又得到了最高的回刺 和最好的优越 那么所以瑞利安娜的使者 说斋戒是一面盾牌 那么指的是什么意思呢 有两层意思 一种是斋戒 它像盾牌一样 保护着封斋的人 不要说出丑话 不要做出愚蠢的事情 不要去犯罪 就他跟斋戒的这面盾牌 将斋戒者和罪恶之间隔绝了起来 你说一个人一旦封着斋 那么斋戒像盾牌一样 妨碍着他 他就不会再去犯罪了 由于他顾及自己斋戒者的身份 和自己的公修 那么这是第一 所以第二点 第二种说法是 斋戒是一面盾牌 人们可以及此来保护 免遭回的刑罚 也就是两者都有 这些意思 因为你一旦斋戒是盾牌 保护你不犯罪之后 那同时也就保护你 不要遭到 那什么汉的惩罚了 那么说两者意思 都是相连的 所以说斋戒是一面盾牌 那么指的 所以说任何一种善工 它的意义都有它特殊的意义 和特殊的作用对人 但是斋戒的高贵之处就在于 伊斯兰当中 没有哪一种公修 人可以持续一整天 可以持续一个月 都处在这种公修当中 拜工你从入拜到出拜 不过几分钟的时间 或者几十分钟 那么贴客 不过是你出贴客 那一个时候举意和那一个行为 贴客一出之后就结束了 这个公修 朝景不过是那几天三五天的时间 功课一完 你的朝景工作就完了 但是只有一种公修 你会一直处在这种公修当中 那么你会从早在黎明的时候 一直到黄昏的时候 你每一分每一秒 自己的精神身体 都处在这种公修当中 只有斋戒 这就是他的高贵之处 假如是想让一个人礼拜 让他从早里到晚 他能不能做得到 不论是站着你还是坐着你 哪怕他里复工拜 他绝对做不到 从早里到晚 这样的礼拜里一个月的时间 或者从天黑里到天亮 他难以做到 但是斋戒呢 这种工修 他同样是主命 可是却让人可以从 黎明 一直到傍晚 都把自己的 所有的精神和身体 都用于崇拜 阿拉斯巴哈尔的 那么他并没有让你做什么 没有让你像礼拜那样 要去站立 要去新亡 而仅仅是克制住你正常这些欲望 你就可以得到这些伟大的公修 那么所以说阿拉斯巴哈尔 阿拉斯巴哈尔的使者 说斋戒是一面盾牌 斋戒的人 就是说 那么拉斯指的是 不要说脏话和丑话 也可以把它理解为 这个词有两个意思 就斋戒的人 那么拉斯这个词有两个意思 一个是口头上说脏话 下戒悲戒的话 那么这个的话 作为我们地方上的 封斋的穆斯林教亲 就要注意了 如果你封斋的人 你认为你没有骂别人 你就是自己骂给自己听 脏话裂篇 那么这样的人 斋戒没有多大的意义 阿拉斯巴哈尔的使者 桑桑桑说 一个人封斋者 如果不放弃他的恶言恶行 那阿拉不需要他放弃吃喝 也就是你不要说 我没有去骂别人 你哪怕是自己 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面乱骂 跟这种恶言恶行 就不适合于一个封斋的人 不应该从一个封斋者的嘴里出来 那么所以说 当然这种行为在平时 也同样是错误的 但是在斋戒当中 他不但是罪恶 他会破坏你的斋戒 那么这个时候 你主命的斋戒 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很大的损失 那么这就是我们前面所说 斋戒者在入斋时 他应该有两样举意 一样 为自己的斋月当中的上行 做好计划 第二样 为了戒除自己身上的这些缺点 这些罪恶 而做出努力 做好准备 那么说第一 阿拉法斯第一 指的是脏话 下流的话 第二 指的是夫妻房事前的这些举动 那么比如说就是夫妻房事之前 两个人夫妻的逗乐 相互的拥抱亲吻等等 那么即使不行房事 这种房事前的取乐 也同样是禁止的 因为它同样是一种欲望的削陷方式 而斋戒的目的就是要阻止人 或者要让人克制正常的合法的欲望 以此来磨裂自己 那么也就是 虽然你不能达到完全的缺陷 但是房事前的这些举动 同样可以给人一些 适当的一些欲望的发泄 那么这件事 就是针对月经期间的妇女 与丈夫之间的房事说 那么只要除了 除了同房 除了性交之外 所有的一切都是合法的 那么就说明 它同样是一种欲望的表达方式 欲望的排泄方式 削陷方式 但是所以说 斋戒者就不应该有这种行为 那么所以说 Layerfas指的两层意思 语言上不要有低级下流的语言 行为上 不哪怕是房事之前的这些 这些取乐也不可以有 那么紧接着说 不做愚事 不做愚蠢的事情 就是比如一些愚蠢的 犯罪的 错误的 丑陋的这些行为 不要做 若有人想和他打架 吵骂时 如果有人要和他打架和吵骂 他本来可以跟对方争辩 就是我可以给你讨论 可以给你理论 你要吵可以给你吵 但是由于他是封斋者 他就连说两遍 我是斋戒的 也就是放弃了 你本来有的权利 本来如果他约望你了 比如说 或者与你吵骂 你也可以与他吵骂 只要你的吵骂的内容 不是禁止的 也就是你有你的权利 就会跟他争辩 但是这个时候 由于你是斋戒者 你连你正当合法的 甚至有的时候 会作为一种上公的欲望 你都放弃了 那更何况是这种权利呢 就是他不适合 一个斋戒者的身份的 与爷行为 那么所以这个时候 当他遇到吵骂的时候 他就说连说两遍 我是斋戒的人 我是斋戒的人 第一提醒自己 那么我的克制 不是因为我害怕你 或者怎么样 而是我的克制 因为斋戒者 不应该做出 与他身份不符合的事情 而再者提醒对方 如果别人是已经 不是斋戒者 你还要得寸进尺的话 不知狩猎的话 那么或许你要遭到的 不是对方的 对方的回骂 或者对方的争辩 而是安拉斯巴哈罗特的 切怒 你说当那么吵骂的人 听到对方说 我是斋戒者 那么就应该适可而止 直到如果自己一再过分 那么一再伤害 写情从卖安拉斯巴哈罗特来的 那么或许 安拉斯巴哈罗特会给你 让你遭受你意想不到的惩罚 紧接着斜戒者说 以掌握我生命的真主启示 斋戒之人口中的气味 在真主看来 甚似设想 那么也就这仅仅是 斋戒之人口中的 于长时间不饮食 而流出着口中的一些意味 在安拉斯巴哈罗特来看来 甚似设想 那斋戒者为干渴 饥饿 克制自己的震荡的欲望 戒除自己的罪恶的 野行所助的努力 又会是什么呢 也如果仅仅是这种口中的气味 都能达到这样的等级 那他为了干渴 饥饿所助的忍耐 戒除自己的欲望 所助的努力 他戒除自己的 戒除恶所助的努力 又该得到多大的回报 所以说无以计数 那么这真是真意的高规 就在于 他不但是长时间的功修 而且他的一点细微的表征 都能得到这么高的等级 那他许许多多的这些回报 将得到多少 所以他到底能得多少回测 无法计数 这就是摘戒的高规之处 所以说正主斯巴哈罗说 他为我节食绝育 摘戒是属于我的 就他为了我 借出了他正当的饮食和欲望 摘戒是属于我的 原则上来说 所有的功修都是属于阿拉的 为什么安拉斯巴哈罗说 摘戒是装属于我 礼拜也是属于阿拉 帖克也是属于阿拉 但是为什么摘戒是属于我的呢 这里安拉斯巴哈罗要说明的 第一摘戒的回测 只有安拉斯巴哈罗要知道 他到底一个摘戒者 能得多少回测 每一天摘 只有安拉斯巴哈罗要知道 第一 第二他要说明的是 摘戒这种功修 是一种几乎完全 戒除了名利的功修 也就是说一个人 如果只要他不愿意说 任何人都不知道他封着摘 尤其是复攻战 那么比如说大家同样在一起生活的人 任何人都不知道谁封战 谁没有封战 他不像别的功修 像他有不外在的表现形式 摘戒没有 所以他是只有阿拉知道 你是封战还是不封战 你是 而且 那么如果是主命战而言 谁有没有违抗阿拉偷偷的开战 或者还是没有开战 只有阿拉知道 所以说 那么只有阿拉单独知道 独一的阿拉知道 谁封了斋 谁没有封斋 谁真正的完成了斋戒 而谁在中途开了斋 任何人都不知道 他不像拜公 比如说我们一起礼拜 有个人退出了 那大家都知道了 一个富有的人今天没抽贴客 大家都知道 一个人有没有抽哈子 大家都知道 但是斋戒呢 我们俩一起吃饭了 可是你没有封斋 中午你又去开斋了 谁知道呢 就只有阿拉斯巴哈努特了 直到一个人是否封斋 一个人是否完美了他的斋戒 所以这种斋戒是专属于阿拉斯巴哈努特 一个人也只有 专门为了阿拉 只为阿拉的时候 他才会守得住斋戒 否则的话 无人的时候 他完全可以吃喝 为什么不吃喝呢 就只因为 他知道阿拉斯巴哈努特在揭查他 所以这个时候 斋戒的意义就更加伟大 那么说阿拉斯巴哈努特 斋戒是专属于我的 我要及斋戒 回报斋戒者 那么所以说 斋戒它是一件隐秘的供修 其中没有任何名利 曾经在伊斯兰的截备 在麦蒂娜 我们老师曾经跟我们讲过 这样一个人 真实的 就在这个时代 稍微早一些 几十年前 那么曾经有一个人 他在圣市旁边 开了一间铺子 他十几年 连续封斋 他的妻子都不知道他封斋 他十几年 或者说晚饭 里王虎夫汤 因为阿拉伯人是里王虎夫汤 才吃晚饭的 那么他上面都是随便开点斋 然后里王虎夫汤 回来跟家人一起吃晚饭 十几年的时间 他的家人都不知道他封斋 也就是斋戒这种功修 他的高贵就是 他如果一旦 这一个人真成为阿拉伯人封斋 没有人知道他有没有封斋 也没有人知道 一个人封了斋的人 是否偷偷地开了斋 所以他的高贵就是 一个人没有真正的 虔诚为阿拉伯人 我谈来的这种敬意 没有真正的 以阿拉伯人为目标 为追求阿拉伯人的喜悦 敬为阿拉的话 一个人不会去封斋 也没有人接持得了斋截 那么所以说 斋截是属于我的 阿拉伯人这句话 如果你这样去想 斋截它的特殊性 那么就明确了 为什么它是属于阿拉的 就更加清楚了 所以说这个是阿拉伯人 我要挤斋戒回报斋戒者 那么所有的上官阿拉 都会回报他 但是斋戒不一样 他跟一般的功修不同 所以说一戒上行 十倍回刺 那么斋戒者一天当中 要做多少些善行 只要他封着斋 他每呼一口气 每吸一口气 他都得应该从别阿拉伯人 因为他这个时候 他仍然在克制自己的欲望 他仍然在克制自己的饮食 他仍然在克制着 不要犯罪 所以哪怕是他正常的 就坐在这里休息 他同样也有在 从别阿拉伯人 意义存在 那么所以说 就是斋戒的高贵之处 那么说一戒上行 十倍回此 而一天的斋戒 一个月的斋戒 他有无以忌俗的上行 一个人 能在一天当中 做出多少上行 很难很难继俗 那么这就是斋戒的高贵之处 紧接着阿拉伯人 第三节说 斋戒是一种伐术 也就是斋戒 它不但是一种高贵的上功 同时它不但仍然你获得 无以伦比的回刺 它还能够伐属你过去的罪恶 就人们身上的罪恶 还会因为斋戒这种上功 而得到饶恕 那么这样我们说 一个穆斯林一生的人生追求 就是两样东西 他信仰 阿拉崇拜阿拉所做的一切努力 第一 自己的上行得到回报 第二 自己的罪恶得到饶恕 如果一个人 光是上行得到了回报 他的罪恶不能蒙得饶恕 他也无法成功 因为人永远罪恶多于上行 但是如果一个人 他的罪恶得到饶恕了 可他的上行 没有得到阿拉斯巴哈尔的回报 没有得到接受 那他一无所有在后世 他拿什么劲上乐约 所以一个穆斯林 不管他人生信仰 做什么努力 他的最终的目标就是两样 一个就是得到阿拉斯巴哈尔的 接受他的功修 从而喜悦他 一个 饶恕他的罪恶 那么所以这就是 古兰经人说 你说 牧圣 如果你们喜爱阿拉 那你们就服从我 阿拉就会喜爱你们 并且饶恕你们的罪恶 那就一个穆斯林一生的 奋斗目标 就是得到阿拉的喜悦 得到阿拉的喜悦就是证明阿拉接受了你的功修 你于做出了令阿拉喜欢的事情 你做出了很多努力 你的信仰 你的行为 让阿拉满意了 阿拉喜欢你了 那么喜欢就证明你的功修被接受了 也就是然后阿拉在饶恕你的罪恶 这才是一个人一生的追求 而摘戒就能让人获得这两样功修 两样目标同时实现 他既能让你得到无与伦比的回撕 又能让你得到自己的罪恶得到饶恕 所以阿拉的事实 在这里说 由阿部外传子 传子 传子 说 谁还记得 歇知针对 就考验和灾难所说的圣讯 我曾听歇知说 一个人为其家属 财场和邻居而遭受的灾难 只有礼拜 风斋和失忌 能消除他 伍玛瑞说 我问的不是这个 我问的是像海浪般汹涌的灾难 佛德伊凡说 他前面有一道关闭的门 伍玛瑞说 此门被敲开 还是被破开 伍玛瑞说 被破开 伍玛瑞说 此门不再关闭 直到试镜 我对墨斯鲁哥说 你去问佛德伊凡 欧玛瑞是否知道那门 指的是什么 墨斯鲁哥去问佛德伊凡说 知道如同他知道 明天还有今夜一样 那么这里说的说 这段事情说 这一件是一种乏术 指的说 一个人为其家属 财场和邻居而遭受的灾难 指的是什么呢 就一个人为了 他的家属的生活 为了养家糊口 为了追求财富 为了与邻居相处 等等各种各样的原因 所放下的这些 对自己有害的这些 这些罪恶 就为了养家糊口 他犯罪了 这对他来说是一种灾难 为了谋求财富 他或许有一些罪恶 这也是一种灾难 为了与邻居相处 或者邻居相互来往奉承 等等等等 他也放了一些罪恶 这对他也是一种灾难 那么只有礼拜 封斩和施迹能消除他 也就是一个人一生要灭对的 最近的就是家属 财场 邻居这些人 那么每一下 那种人都会不停地在犯罪 而消除这些罪恶的是什么呢 就是平时的礼拜 封斩和施迹能消除这些罪恶 那么当然这段事情 那种欧马尔说 他指的不是这个 他指的是汹涌的这些罪恶 那么这些灾难 就是如波涛般 无法抵律的 那么指的是 乌斯曼尔的去世 就说乌斯曼尔的就是这一道灾难的大门 乌斯曼尔的活着的时候 伊斯兰就没有出现灾难 乌斯曼尔的去世被杀害 那么就是人们就破开了这一道灾难的大门 从此伊斯兰的灾难就永无临日 直到现在 直到世界末日 那么我们在认主学的课上讲过 这个灾难一旦被大门一旦被打开 将永远不会停止 直到实境之日 那么指的就是乌斯曼尔 那么所以说这就在穆斯林的另外一个传辞 另外一段是传子阿围乌尔的话说 那么伍斯林传季阿围乌特的事情说 阿納尔的仕方说 五番拜与五番拜之间 一个aramadana到一个aramadana之间 能够罰出其间的罪恶 只要一个人没有犯大罪 也就是叫一个人没有故意的去犯一大罪 饮酒 赌博 杀人性命 接饮 欺骗 等等这些大罪的话 那么五方拜和拉马达尔 到下一个拉马达尔 这些过程这些功修 就会发属一个人的这些罪恶 那么也同样 穆斯林传在母国来说 阿拉法日的封斩 可以发属两年的罪恶 阿苏拉日的封斩 可以发属一年的罪恶 这都是复工斩 我们说过 主命斩跟复工斩 永远无法相提名 任何复工都无法 跟主命相提名 如果一天复工斩 能够发属两年的罪恶 一年的罪恶 那一天主命斩将会如何 它再高贵 阿拉也没有将它定为主命斩 就说明它始终达不到 主命斩的高贵 你不封阿拉法日的斩 阿拉斯巴哈人不惩罚你 你不封阿苏拉日的斩 不惩罚你 假如你不封阿苏拉日的斩 故意丢偏 你永世封斩 你都无法弥补 而且你要因之受罚 所以说阿拉斯巴哈人 他将主命斩的规定 这复工斩都能得到 如此的厚报 那一天主命斩将会如何 如果一个人裂封三十天 他将能得到什么 他整年的罪恶 都将会被消除 像前面那段事情 只要他没有在期间 放了大的罪恶 那么所以说斩戒的话 他不但让人得到 无以伦比的回刺 同时还能够消除 人们的许许多多的罪恶 所以一个人如果能够 在善工当中谋得回刺 又能够消除自己的罪恶 那样的话 就是他人生的所求了 这也是所有善工的特点 安拉的使者 刘萌萌萌针对拜公也说 一个人如果从家中 洗完小净出来礼拜 他们品级 罚消除一个错误 直到他到达群净寺 那么他的高贵 是每一样工修都是这样的 那么为什么 这是仅仅是去参加 主命礼拜的过程 他能得到这样的回刺 而如果他是礼拜本身呢 那么所以说 摘戒他的高贵 就是在这 第一 他有着完成安拉的主命 第二 他能得到巨大的 无以伦比的回事 第三 他还能消除人们的罪恶 所以摘业来临的解析 那么每一位教卿 都举一个好的举意 其实安拉斯巴哈尔特拉 让我们大家在摘业当中 获得我们曾经 没有获得过的巨大的慈名 也得到曾经为蒙德的 安拉斯巴哈尔特拉 宽宏的饶恕